我们以前拍的猪头肉 45一斤 50一斤 很多人都说天价了 人家这60一斤 大家觉得是什么价 大家好 我是小九 今天我们在浙江湖州千连古镇 鹿村 吃一碗这边特色的猪头肉面 就是这家王大妈面馆 已经有人在这边吃了 哇 量好大啊 这么大一碗 师傅 你们他这边有炒菜是吧 有炒菜 你们自己也吃 猪头肉 猪舌头 这边猪头肉烂不烂 很烂的 很烂啊 一百岁都可以吃 我一直以为湖州这边是吃羊肉面 没想到也吃猪头肉面 猪头肉就是我家开的 就是你们家开的是吧 这猪肉多少钱一斤啊 60一斤 这个祖传的 祖传的 45年了 45年了 就是这大妈开的 王大妈 王大妈 这是王大妈 您是王大妈 对对对对 猪头肉面是您发明的 我煮了45年了 45年了啊 也是细面 白汤的 面条的话就是一碗 然后猪肉在令村吗 对 令村啊 令我吃的 我去陆村 陆村 我们是去年祖镇 我们是 有名的 你们家有名的啊 我们是工作美食 这个口条 猪耳朵价格还一样啊 现在中卖一样的 都是60啊 年代中卖一样的 切点猪耳朵 切点拱嘴 哦 这猪肉好像也很烂啊 喝点老酒回家 哦 你们这猪肉好像是没有酱油的吧 这个油要不要吃的时候 稍微炒点猪耳朵就可以了 我们是粘质粘味的那种 粘贴酱油吃啊 我们白煮的呢 粘质粘味的 食材不是很新鲜的那种 哦 我们那个早生猪那个杀出来的 新鲜的呢 不是冰冻的 不是冷酷的 早生猪杀得住啊 对对 一碗面配一点猪头肉 前天下一天没人了呀 没人 哦 你们家生意好啊 生意好 昨天来的话 没有了呀 没有了 哈哈哈哈 小兄弟你来逢水是吧 哎 少来一点少来 我一个人少来一点 哎对少一点少一点 还有一点做耳朵 做耳朵对 做耳朵半个可以吗 好来半个 你尝尝鹿村的猪头肉怎么样 看这 冰冰是120 然后是21块8 这是60一斤 你怎么拉 啊 啊 好 好吃的好吃 好吃满意 肯定好吃啊 嗯 肯定好吃啊 要来点酱油 小葱 小葱 那个面就给你加什么料 吃五好的 我们是下面不加钱的 哦 我吃不吃不了了 就是清汤来点猪油 嗯 猪头肉一般什么时候卤啊 我们早上 那个我弟弟们基本上有六点钟菜 哦 早上我们早上有点面和混蛋 现在主要就耳朵们做了啊 你要帮帮忙 我妈妈和猪脚啊 猪脚啊 你就把控把控质量 哦 哦 也会烧了 哦 我两个人 小时候坐在家里 都做饭了 王大妈今天帮我们亲自下面 那我给你放菜 你要放哪一种 好 随便随便 都行 雪菜吧 咸菜 我来咸菜吧 咸菜肉吃 这个菜要吃一点 啊这个不用不用 吃不了了 吃不了怎么 哦 来一点来一点 尝尝都尝尝啊 哎呀 哎呀 这碗面太漂亮了 今天是有点小雨 我背后的风景特别好 小桥流水 我后面的这座桥900多年历史 大家看一下这个景色怎么样 他们这边的猪脚肉吃法第一次啊 撒点酱油 来点小葱 我的辣椒还有 有的还放辣椒是吧 嗯 哎 挺好吃的哦 烂度也还可以 能接受 他说是猪脚肉面 我觉得这个面全都是附带 就是买猪脚肉 浙江这边吃的都是细面 然后焦头大妈给我放了一点 咸菜肉丝 然后放了一点三丁 三丁就是干子 然后笋子 应该还有肉丁 他这猪脚肉的肉香很重 没什么香料味道 那我个人的口味 他这猪脚肉如果更烂一点的话 我会觉得更好吃 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风景 如果是天气好的话 三五好有过点 切凡猪脚肉 来点面条 喝点老酒 肯定是非常惬意 今天我们这碗面是15 猪脚肉加一点猪脚刀是22.8 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浙江这边也喜欢吃猪脚肉 屏幕前如果有浙江的朋友 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 六十一斤的猪脚肉 在你们浙江大概是什么水平 那我们下期再见